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啊, 因为第五弹这个Tales of Alia 就正式开始这个预先推出了 那版面看到了, 有三个新的英雄职业 那如果有玩开的都知道了, 那第一只Odym, 是元素的守护者来的 那他的特色就是可以使用一个大地和冰雪的卡牌 那他还可以选择用这个元素的卡牌 那他有三种卡牌, 加上原本的守护者的卡牌 那四种卡牌都可以用到 那第二只就是Briar, 那中文就是野玫瑰 那他的特色就是可以使用大地和雷电的卡牌之外 还可以使用元素卡牌 那是一个Roombray的职业,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打Bliss的时候呢, 那或者打CC呢, 大家都很喜欢用的了 这个符文剑士, 那它的使用率已经超过了60%的人 都是用这个牌组的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符文剑士究竟有多强势 那最后一只呢, 就是Lexy 那就是一个元素的弓箭手 那它可以用到冰雪和雷电的加把 那之前第二弹的弓箭手就稍微弱势了 那在比赛里面呢, 使用率目前是零的 那官方为了修正这个职业 那推出了这个新的角色, Lexy 那在第五弹里面呢, 那大家就要拭目期待了 那我个人都试玩了这个牌组, 非常之强势 那今天这条片呢, 我就会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一战场上面的弓箭手 让大家看看, 究竟失色了很久的弓箭手 在新一弹里面, 怎么可以打爆大部分的英雄 那令到这个弓箭可以重上这个兵器榜的第一位了 那之前的观众留言说, 哇, 志哥, 你说明是新手教学 为什么经常出一些, 像广告宣传片 还有CC format, 我还是不会玩的 我没玩过这个卡牌游戏的 我新入门那怎么办呢, 那不用怕 那如果你说在第五弹, TOA, 我想下来玩的, 那不要紧 那我今天会做回一个Blitz的牌组分享 那如果大家想抄牌, 或者想学习一些新英雄怎么玩的 那你看这条影片就没错的了 还有记得, 影片之前, 给个like, 和打开小铃铛 你才会收到我最新影片的更新的 那看到了,这个Nexi, Young Hero 那就是20点生命值, 那就在必死里面用的 那首先介绍一下他的角色的特性 那冰雪和雷电的精华 那在你的牌组里面, 你可以使用冰雪和雷电的卡牌 那英雄效果, 一共有一次的行动 那在武器库里面, 将一张卡, 将他的卡面向上 那如果这张卡是雷电的卡牌, 那你下一次的攻击 就会获得这个go again 那如果是一张冰雪的卡牌, 就会产生一张寒冷的token 那让对手英雄控制, 然后就会有go again 那我今天的影片是会示范这个 这个速攻型雷电的卡牌的打法 那来看看装备方面 那武器会选择用这个 雷电的弓箭 卡效方面就是一回合两次的instant 瞬间的效果, 支付一支圆 那你可以将一张弓箭的卡牌 由手牌卡面向上的方式放入这个武器库 那你可以选择下面其中的效果 这张卡牌直接回合结束之前可以增加点锋的力 或者它在回合结束之前 会获得这个go again的效果 武器一定要选择用这个雷电弓 因为你要玩go again的话, 其他的武器就不适合 那头部呢, 我们会用这个new horizon 那它可以有一个效果就是 你的武器库由一张卡面向上的牌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个新的阿仙奴 还有两点的防御力, 非常优秀的卡牌 那身体方面我就选择春甲 那这张大家都熟悉就不做介绍了 那手部呢, 就会选择用这个第二弹的弓箭的手部 那你阿仙奴没有牌的时候呢, 你可以摧毁这张卡牌 然后将一张弓箭的卡牌 卡面向上放入阿仙奴, 和增加点攻击的脚 那脚部呢, 就会选择用第三弹的脚 那是一张核心的卡牌 那支付两点的资源, 破坏它 然后这个回合里面, 你卡面向上的弓箭卡牌 由阿仙奴打出去, 就会获得这个高亚击的效果 那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张卡牌 在fireboard方面, 你可以用打法师手, 用龙头, 然后用冰甲 它有一点的防御力之外, 还有一个魔法防御的屏障 那如果你想攻击力强一点的, 你可以戴这张雷电的身体 和这张雷电的手, 那在你攻击的时候 可以额外打到一点的伤害 那脚部方面, 大家可以戴这个魔法区 那影片最后, 我会和大家分享牌组的组合 首先是红色卡牌 就好了 就好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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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